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在这个缺口的部分呢 插入我们的脚架 另外一边也是哦 好了 就这样子我们的器台就完成了哦 那在这边呢 我们非常贴心的设计了四个纸偶棒 可以让小朋友做操作以及演戏哦 那我们的纸偶棒是双面的哦 正面是农场动物 我们的背面呢 则是我们的海底世界的动物 那我们的器台呢 也非常天心 我们也是制作成双面的哦 在正面呢 是这个样子 那在背面的话呢 我们就会变成了 可以让不同的班级 表演皮影戏哦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大班 还有附赠一张描图纸 轻轻的黏在我们的器台的背后 黏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来完成我们的皮影戏哦 非常好玩哦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器台的制作方式 非常简单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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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